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常碰到有朋友會問我說 陌生朋友在網路上的陌生朋友會問我說 奶爸我什麼都不會 我學完了網路行銷課程之後 我就可以賺到錢了嗎 我什麼都不會 我學完了課程我就可以賺到錢嗎 分享一下我個人的經驗 讓你提供你參考 那我這次出的書 可能下個月會出吧 因為是由疾風出版社他們邀請我來寫這本書 那這本書裡面有介紹以前我在網路創業的過程 那我覺得蠻不錯的可以分享這些經驗讓大家知道 我當初也跟你有一樣的問題 我什麼都不會 那事實上並不是你什麼都不會 而是你沒有去發覺你到底會什麼 那這本書呢 我簡單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還沒有印刷 目前還在 還沒有出版 目前正在 教稿印刷中 那很感謝推薦序有 鄭景聰鄭老師 他是網路行銷業界 蠻蠻資深的 非常資深的 一位網路行銷老師 然後他有幫我寫推薦序 然後還有 弘揚金流的老闆 黃大哥 聖如大哥 執行總監 也幫我寫推薦序 很感謝呢 我們的 吳正宏 顧問 群英氣管公司董事長 吳顧問 他也是我的老師 那同時呢 他也是我的學生 我們互相彼此交學相長 幫我寫推薦序 還有鼎鼎大名的亞洲八大名師 陳志明 陳博士 幫我寫推薦序 非常感謝他 然後還有一位 也是鼎鼎大名的 阿寶哥 阿寶哥 神寶人 阿寶哥幫我寫推薦序 真的非常感謝 那我裡面呢 有寫了第一張是 網路創業的緣起 那裡面這段故事呢 我大概讓各位了解一下 我當初在電腦公司 上班 有 其實我換過很多份工作 超過八份工作 因為我一直在找不到自己的 主要強項是什麼 我不曉得自己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我換了八份工作 換了 可能有人比我多啦 可能有人一輩子 可能只做一份工作 不過我覺得我換了八份工作 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可能三四年之內 就換了八份工作 所以一直找不到自己要的 那有一間公司 我印象特別深刻 也就是在這間公司呢 這篇故事啊 我講解給你聽喔 我那個時候就 打電話陌生開發 然後賣軟體 當業務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說 如果我要賺到第一桶金的話 光是當一個內勤人員很難 因為固定薪水就三萬多塊 很難賺到我的第一桶金 我們講說第一個一百萬 那很困難嘛 所以那時候我就跑去當業務 那業務呢每天都要陌生開發 40通啊或者是80通電話 陌生開發客戶 然後我那時候呢 每次嘟嘟嘟然後打過去電話呢 我是某某電腦公司 請問貴公司有沒有 進銷存或ERP軟體的需求啊 然後對方就講不需要 掛掉 哇一陣心慰意冷的情緒又浮上心頭 在2001年結了婚之後 我從台北萬華搬到桃園來定居 因為當時桃園的房價比較低 想要圓一個買房的美夢 為了多賺一點錢呢 我就努力克服自己內向的性格 選了一份推廣ERP軟體的業務工作 聽說業務才能夠賺大錢 希望能夠藉此快速的累積自己的第一桶 所以我選了一家蠻大的軟體上市公司 來展開我的業務生涯 無奈每天撥打陌生開發電話 卻一通一通被掛電話 不是被總計小姐直接過濾掉 就是被當事人用唾棄的口吻 批評的傷痕累累 有好幾次讓我印象深刻 接電話的人告訴我說 你們公司的人到底要打幾次啊 你已經是第三個人了 不要再煩我了好嗎 可是主管規定一定要打80通電話 我已經打到手軟了 內心又充滿被客戶拒絕的恐懼 感覺話筒有千斤重 自信心蕩然無存 每天上班成了我最想逃避的痛苦 情緒已經快要爆炸了 唯一能夠舒緩我情緒的方式就是寫日記 於是呢我把每天的工作心情 就寫在我的Outlook軟體 然後每天寫信給自己 因為這件事情呢是發生在2002年 就是我結完婚的第二年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都用Outlook軟體 再收發電子郵件 那時候還沒有Gmail 那有一天呢我靈機一動 波雷通電話 陌生電話 為了怕被對方的總計小姐給擋掉 於是我就說 你好我是某某電腦公司 因為貴公司資訊部呢 有在本公司的網站上填寫詢問單 請幫我轉接資訊部門 我要回答相關的問題 這個時候呢總計小姐就不宜由她啦 她就可以幫我轉接到資訊部 不管資訊部是誰接電話我就會說 你好我是某某電腦公司 近日舉辦軟體贈獎的活動 我們隨機抽取得獎的客戶 這次贈送的軟體是某某軟體 我們要用email的方式寄送給你 能否提供你的email給我呢 好 當時呢已經很習慣上網找一些免費 好用又合法的軟體來協助我的工作 而在大部分的狀況下呢 有90%的客戶他就會留下email 接著呢我就會把之前在網站上 找到的免費軟體寄給對方當成贈品 並且在信件的尾端加上我的簽名檔 還有一張我的個人照片 第一封寄出的email信件 是為了讓客戶先拿到贈品 對我有一個好印象 接著呢看到我的簽名檔 簽名檔上面寫上我公司的名稱還有網址 就是為了讓他了解我的產業 還有提供的服務項目是什麼 那個人照片呢我是為了讓他對我印象深刻 將來去拜訪的時候呢就可以知道我的長相 接著第二天開始下班之前 我就會把自己當天的工作辛勤日記寄給所有收集來的email 當然信尾一定都會附照片簽名檔 從此之後陌生開發電話就不容易被拒絕 因為我都是在送贈品而不是在做推銷 兩個禮拜之後有一個陌生客戶 吳先生打電話來指名要找我 請我過去幫他們介紹一下我們公司賣的ERP軟體 於是第一次到府拜訪就這樣發生了 當天呢協同主管一起去說明 到了公司的時候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在客戶公司的大廳 吳先生走了下來一眼就認出我的臉 很客氣的跟我說 劉先生你好很高興見到你 你的新鮮日記我每天都有看好有趣喔 請跟我到樓上會議室 這個時候呢我的主管一點驚訝 在我耳邊問了一句 你跟他很熟嗎 我就回答 沒有今天第一次見面 喔我們主管露出一點錯愕 驚訝的表情 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我發現一件事情非常的興奮 我終於了解開發陌生客戶的方法 不只有一種 公司教我們每天打推銷電話 打100通可能就會有一通可以去拜訪客戶的機率 但是對我來說 這不僅大大提高了業務員陣亡的機率 也引起許多客戶的反感 日後一聽到某某公司打的電話 就被列為拒絕王來戶 好 這個就是我當初 我當初老實講 這是書的一部分內容 那其他的部分呢 還有很多蠻有趣的 我當初創意的一些經過 我希望書籍出版的時候 對你會有蠻大的幫助 你可以去買來看 多支持買來看一下 一定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你目前面臨我當初的那種心情的時候 我真的不曉得要做什麼 那你看完這本書 你一定會有想法 那我要跟你講的就是 我當初因為這個行為 這個動作才引發我 覺得做業務 不一定要靠上面的人教 做業務不一定要靠上面的人教 當然 如果上面的人有教你正確的方法 那非常好 就是跟別人溝通的過程 跟別人溝通 怎麼樣做sale 怎麼銷售的動作 溝通的方法 那 但是開發的動作 你可以從網路上來做 那我當初呢 發現email就是一個 跟客戶溝通的好工具 為什麼呢 我那時候收集到email 可能有好幾百個 那我一次發現出去 就有好幾百個人同時收信 那在那個年代 2002年的時候 垃圾郵件不多 所以email的開心率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而且我大部分都是寄到他們的公司信箱 因為他們那時候陌生開發 都是打去公司嘛 那他們都是用公司的email給我 所以我寄到他們公司去 只要他沒有離職的話 大部分他們都會開心 因為是公司電子郵件 一定要開一定要看 所以我每天寫一封短短的信 大概兩百三百個字 一個一點點心情日記 再附上我的照片 就是一種 跟大量的客戶溝通的方式 到了現在 溝通的方式有很多 現在有LINE LINE AT 微信 Facebook 這些都是溝通的工具 當然email現在還存在 只是說開心率很差 那我們去想一件事情 網路行銷這些工具很好用 因為它都是與客戶之間溝通的工具 那你要把它用來做開發 那你就要有方法 像我剛剛的開發方式也是很笨嘛 那個時候那個年代 我也是一通通打電話去 然後跟對方要email 但是重點我是贈送贈品給對方 所以我要的到email 那反觀現在呢 其實你不需要那麼辛苦 一通通去打電話 現在你可以去打廣告 而不是打電話 同樣付出一點成本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人來看 你的 銷售文案頁 或者是加入你的名單 提供email給你 或者是提供LINE給你 你就可以利用LINE的群發方式 或是email的群發方式 然後漸漸的跟客戶溝通 如果你什麼都不會 你覺得你自己什麼都不會 我希望你看完這本書之後 你有很深的領悟 就好像我以前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其實我並不是什麼都不會 我相信你活那麼大的 你絕對不可能什麼都不會 而是你沒有找到你想做什麼 你沒有找到你想做什麼 那我的網路行銷課程 懶人包系列裡面呢 我主要是教 網路行銷懶人包裡面有 怎麼樣去架設你的網站 怎麼樣去做會員機制 怎麼樣用臉書打廣告 怎麼樣去收集你的 精準客戶名單 怎麼樣利用工具跟客戶溝通 怎麼樣利用LINE這個工具跟客戶溝通 然後讓客戶直接在線上刷卡 收取帳款 付費給你 那你要跟客戶溝通工具有很多種 譬如說你可以用文字 可以用網站的圖片 圖文並茂 裡面呢最好再加上影片 所以懶人包的影片行銷裡面 這個單元呢 這個第二套課程是影片行銷懶人包 裡面就是包含影片的製作和剪輯技巧 然後影片行銷怎麼做 影片怎麼去鎖碼 不要讓客戶隨便就傳給別人看 一定要付費會員才能看 用簡單的方法 包含包的也能做影片 或者是你要錄手機人像也可以 你要錄精美精緻的影片 用單眼相機也有焦 好 我們講一個人出生的時候 他其實什麼都不懂 但是呢 他慢慢學習 會站立 會講話 開始懂得用嘴巴 語言 去要求父母 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這都是在行銷他自己 但是當他什麼都不會的時候 他其實不懂得怎麼表達 他只會用行為 用哭鬧的方式 今天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學 什麼都不會 你說我就要賺到別人的錢 這是有困難的 所以 如果 你什麼都不會 你可以先學習 學完之後 你才能夠融會貫通 你要一段學習的時間 因為你的起步比別人晚 有的人可能他 年輕的時候 不懂事 愛玩 所以 可能 國中畢業就不念書了 去工作 那有些人他 並不是學歷不高 就 書就讀的少 不一定喔 你看王永慶他小學畢業 事業可以做那麼好 你以為他 書念的很少嗎 當然不是啊 他是自修很多啊 只是因為他小學畢業 的這段學歷是比較早之前的事情 很多人就覺得 哎呀我不用念太多書 我將來也可以出人頭地 不是這回事喔 學歷跟你 你的知識 沒什麼關係喔 你的知識 是可以後來 去大量學習 大量閱讀 那是你後天的努力 跟你的學歷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不要被誤導了 不要以為 比爾蓋茨大學 大學錯學就可以 變成世界首富喔 那個 那個順序要搞清楚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 沒什麼一技之長 你上完這些課 我相信你有更多啟發喔 那當然我也會輔導你 這些工具 到底你能夠做什麼事情 那目前你看到我的這個課程 我以前也是 一點一滴把它累積起來 十幾年前開始學電腦 然後慢慢累積很多專業知識 我才慢慢覺得 哎我可以賣一些軟體的教學 甚至我可以去賣軟體 所以我以前其實是在賣軟體 那你如果學會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你可以去激發你自己的潛能 找到你自己的強項 然後把它轉換成教材 你只要懶人包 網絡型要懶人包 跟影片型要懶人包 這兩套其實就夠了 你就可以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用一樣的平台去賣你的知識 賺到你應有的收入 我們在10月20號開始 這邊我要取得最低優位價 我們在10月20號開始 我會販售5天 我要招收30個人 30個人 這30個人是終身會員 我們的網絡型要懶人包 是29800塊 再加上影片型要懶人包 是25000塊 預購 因為影片型要懶人包 目前正在製作 明年1月1號的時候會正式販售 所以兩套加起來價格是54800塊 因為影片型要懶人包 目前還沒有製作完畢 所以我的課程大綱先列在這邊 你可以自己慢慢看 那在10月20號的時候 當天開始發售 總共5天的時間 我希望能夠找到30個終身會員 這30個終身會員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在LINE的群組裡面 有分為初階和進階兩個群組 目前進階群組有132個人 初階群組就有64個人 之所以會分成兩個群組的原因是 因為有些人他不好意思問問題 所以我幫你們 新進的學員放在初階群組裡面 然後如果你已經全部看完教材了 我就幫你移到進階群組裡面 我希望因材施教 所以呢 每個人都可以在初階群組的時候 去問很多你不敢問的問題 我之所以分成兩個群組就是 有很多人他不好意思問問題 那你不要擔心 因為在初階群組裡面 有很多人會問很多白癡問題 包含什麼 包含Email的使用方法 有些人可能還不太懂 包含LINE的使用方法 有些人可能不太懂 那你不用擔心 因為初階的人 大部分電腦程度都不高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問的問題會被笑 不要怕 那這30個終身會員就是 在這個群組裡面 你永遠會存在這裡面 所以我有名額限制 有名額限制 因為我不可能服務太多的人 所以 我在開放優惠的期間呢 都只會限制人數 限制固定的人數 那這次的5天之內 我希望招收30個就好 不要超過 這些人呢 有終身的權力 放在這裡群組裡面 而且呢 每個月都會有一堂 這是我們昨天辦的課程 我們每個月都會一堂 實體課程 不限時間參加 這是終身會員的權利 不限時間參加 你每個月來一堂 來一年你也來了12堂了 而且每次只要付場地費就好了 這是終身會員的福利 而且呢 五萬四千八百塊 在這段時間裡面 這五天時間裡面 只賣三萬八千塊 而且還分三四其零利率 等於你一天只要花42塊錢 少喝一杯飲料 咖啡 改變你的一生 距離開賣日期還剩下三天 距離開賣日期還剩下三天 現在沒有辦法 現在沒有辦法購買 現在沒辦法購買 你看現在又有人在問問題了 所以如果你是群組會員的話 你隨時可以提問 那一天花42塊錢 我相信每個人的經濟能力 都可以負擔 你不要告訴我說 好貴 一天42塊好貴 我覺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如果你真的想要改變你自己的話 一天花42塊錢 我覺得你一定付得起 一定付得起 三十期的零利率呢 包含的銀行包括 玉山 凱基二四期 其他是玉山 台新 澳銀 一銀 台契 沙達 永豐 中信 如果你沒有這些銀行的信用卡的話 你就LINE私訊告訴我 我在幫你想辦法 好吧 但是你要有信用卡 如果你沒有信用卡的話 我很難幫你解決 好 那這是我們這次的發售方案 希望你把握機會 不會 對 對 對 你